大家好,我是黑臉 我是這一場的一層解放人 同時也有這個一層 然後等一下如果要拍照的話 麻煩不要拍到我的臉 可以拍一張 對 就拍一張 就拍一張 不要拍我的臉 對 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在開放文化集合工作 那我是看一個軟體的開發生 我有開放文化集合就是看軟體 然後目前還不是這樣 然後我是Android跟Navid Showage的使用者 所以我今天就算是一個 以個人的身份來分享 在Android上面加強隱私的經驗 然後先有一點聲明 就是本一層內容針對 會針對就是 願意稍微修改使用習慣 跟使用一些額外工具的日常使用者 我不是針對那種就是 你可能會被國安局暗殺那種的 然後我也不是針對那種就是 Android系統的開發者 然後我也不是針對 IOSER的開發者等等 我是針對一個 就是一個普通的日常的Android使用者 然後當然就是因為每個人 針對普通的日常的定義不太一樣 所以以上是我的日常 然後大家聽了就是可以自己調整 然後如果你覺得不夠 或是覺得太麻煩了 當然就是自己調整 所以然後接下來如果 就整個核心概念碼就是說 我覺得可以稍微麻煩一點點 然後就保護一些隱私 但是我不會追求全面保護 因為全面保護它太麻煩了 對就是你要不能用Google之類的 然後如果你自己有一些需求 跟有一些覺得建議 你也可以來會後之後來跟我討論 然後我可以 可能可以給你一些建議 然後我也可以親一向你們的推薦 然後我們一層鬼最後面還有兩個空的Line 如果你想要分享你覺得很棒的工具的話 也可以在那邊分享每一場 那一泡五分鐘 好 嗯 好 然後 中間這個界面是透過一個 就是一個加把語言的一個API 你就把API當作一個通道 它是來傳遞資料用的 好 然後在這個API裡面就會傳遞各種資料 比如說用程式今天想要取得你的聯絡人資料 那就是透過這個API去傳遞 也會 通過同樣的API也會去 你可以傳遞其他的資料 那比如說像是你的 你的那個光源感應器 你的麥克風 攝影機 還有你的 或是一些整個系統的一些資訊 比如說裝置的型號 還有作業系統的版本等等等等等等 全部都是通過這個API去取得的 然後當然有一些例外 但是我這邊是就大部分的狀況來講 所以呢 既然應用程式取得你的資料的 基本上90% 就絕大多數的方法是透過這個API 那我們 而且除了這個API之外 應用程式基本上沒有什麼其他的方法 可以去取得你的系統的資料 或是你的隱私資料 所以既然這樣的話 那我們只要去控制這個API 實際上未給 就是提供給應用程式的內容 我們就可以保護我們的隱私了 因為所有的隱私外 現在基本上都是從這邊發生的 基本上 就是大部分 然後 所以呢 簡單來說 如果比如說 在正常的狀況 像是應用程式去 要你的位置資料 然後系統就 就會問你說 欸你要不要給這個應用程式的位置資料 然後如果你點允許的話 那些我們就會把你目前的位置 作標給應用程式 正常來說是這樣 那想不想想 我們今天如果能夠修改系統 然後當系統 回復一個假的位置 跟應用程式 這樣你的真的位置資訊 是不是就有 就是受到保護了嗎 所以 所以這就是接下來整場的就是目的 基本上 就是中心思想會說 我們去 通過去攔截這個 資料的傳遞 然後把這個資料 在中部 篡改成 假的資料 就是 不是你真的 就是篡改成假的資料 來達成保護隱私的效果 好 所以呢 我在這邊就做了一個 簡單的一個 就是該怎麼說的 簡單的判斷流程 就是 你想要保護你的隱私的話 在Android上面 會有什麼樣的選擇 然後 綠色的鍵頭是Yes 然後就是是 紅色的鍵頭是錯 所以就是每個問題 你就看一下 是是或是從 比如說 你想要 好 發現這邊有一些技術尾 但是大部分應該是可以去查到的 所以 比如說你就可以去查說 我的手機是不是能解鎖 解鎖不動的 就是開機程式 那如果不支援解鎖不動的話呢 那就推薦你使用這些工具 來保障你的隱私 我這邊定量都是推薦開源的工具 目前這邊應該沒有 目前是上面的工具所有的 就開源的 然後 如果你沒有辦法解鎖不動的話 就推薦你使用這些工具 然後 有幾個我稍微提到 然後 如果你可以解鎖不動的話 那 其實接下來第二個問題 就是要看說 你的這支裝置有沒有 就是有沒有 有沒有支援你這台裝置的 第三方的作為系統 就是RUN 那如果有的話 那 如果沒有的話 那 欸不對啊 喔對 如果沒有的話 那你就只能用 指導商提供給你的作為系統 但是 因為你可以解鎖不動的 所以你就可以去 解鎖不動的時候 然後安裝提打滑梯 我這邊保險 就是 這個細節往上 那個 交給我查的 我這邊只講大概的 程序的 所以 你就是用原生的作為系統 然後去安裝 去解鎖不動的時候 安裝提打滑梯 然後再用提打滑梯之後 就可以 就可以刷入 兩個東西 叫做 Magisk跟Explos 但是 這兩個東西只支援 Android 8.1以下 嗯 Android 8.1以上不支援 然後 有這兩個東西之後呢 你就可以達到 剛剛上面講的 這個 攔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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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如果你的手機 有第三方的RUN的話 我又會更推薦你去 安裝第三方的RUN 就是LineageOS 這是最大宗的第三方 當然還有其他的選項 但是 目前 我個人不是使用這個 然後 就是 你使用LineageOS的話 就是 因為第三方的RUN 跟系統原生的RUN 就會有很多巨大的差異 比如說 系統 就是製造商提供給你的RUN 對線的話 你會就會包圍一些製造商的東西 比如說 如果你買三星的手機的話 三星裡面就會有些 你算不到的應用程式 比如說 三星健康 三星居家 然後 小米也有 小米居家 小米健康 花圍也有 很棒 然後 那你安裝第三方RUN之後 基本上這些製造商的東西 全部都是日子 沒有 沒有 然後你想要用也不太能用 不是 然後 然後 如果你用第三方RUN 但是 不想要ROOT的話 ROOT的話 就是 簡單來說 就是取得系統最高群錢 就是一個 另外一個修改 這樣 你可以選擇使用第三方RUN 然後不ROOT 那這樣的話 第三方RUN 大部分也會提供一些更長 比製造商 原廠的作業系統 提供一些更長的 隱私保護 就是 例如像LineageOS 有內建一個隱私守衛的功能 系統內建 不需要再多愛修改 然後 那如果你有 你用第三方RUN 又去ROOT的話 那你基本上就是 用第二種 這個方案 就是 我等一下主要要介紹你 然後最後一點 就是 如果你是 超級 就是 擔心自己的意思 然後你不想要使用部分的話 你可以使用 使用一個版本的LineageOS 叫做MicroG 的LineageOS 那在這個版本上面呢 就是 上面完全不會有任何Google的應用程式 然後 但是 因為Android是這樣 就是 如果你系統裡面 沒有Google的服務框架的話 有很多應用程式 沒辦法正常執行 因為有一些通知 通訊等等的東西 需要做Google的框架 那 所以 如果你要移除這些框架的話 有很多應用程式 是不能用 除了Google之外 有很多其他 跟Google無關的應用程式 也不能用 這樣起來 不是我們想要達成的 所以 就有人 做了一個專案 叫做MicroG MicroG這個專案 基本上就是說 它提供了 開源版的 然後提供了一個 跟Google框架 如果系統框架的功能 一模一樣的東西 讓你上面 正常的其他的 非Google應用程式 以為你有裝 Google系的框架 它是你以前沒有裝的 然後 讓這些應用程式 可以正常的去運作 好 所以簡單的 就是這樣 然後接下來 我的演講 會主要做 第二種選項 就是我個人採用的選項 所以 講到重點 就是前面講 要攔截假資料 攔截假資料 攔截 應用程式團資料的時候 那你要怎麼攔截 就是透過這個 模組 X privacy raw 然後 這個模組的前提是 你需要 你需要安裝 matrix的加expose 然後才能裝 這個X privacy raw 這個模組 那 基本的概念就是 就是跟剛剛講的一樣 就是你的系統 在傳進真的資料 給應用程式之前 X privacy raw 在中間攔截 然後 然後 呃 傳一個假的資料 給應用程式 那 這個假的資料 就是 看你要怎麼生成都可以 那 X privacy raw的話 是 甚至允許你可以寫一支程式 去生成假資料 對 那最預設的方法就是 就是 我不會給你假資料 我只給你空的資料 比如說 比如說你應用程式 跟我要 嗯 聯絡人 那我就給你一個空的聯絡人 但是實際上我系統的聯絡部 裡面是有很多東西的 所以是這樣 預設是傳空資料 但是你可以客製化 這樣傳假資料 所以 呃 你可以傳 就是你可以為他 假的聯絡人 假的位置 假的裝置ID 電話號碼 各種 全部都可以 然後 他的經費大概長這樣 就是你可以在這邊 就是 X privacy raw的裝完之後 你就可以 呃 打開每一個應用程式的設定 然後看 看說要為給他什麼東西 要 什麼東西要為給他長資料 比如說我這邊打 打勾的就是 會為給他長資料 比如說 嗯 好 比如說錄音跟錄影 這個你如果打勾的話 那就是 呃 這個app要錄音或錄影的時候 就是 錄到就是 沒有聲音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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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影就是 就是國防部長 黑黑的 然後 然後 然後有很多其他的東西 就是可以提供給 app控制量 那 等一下我會講到一個 這層表 這層表 就是 買去SRX Pro 基本上就是有入客 對 好 呃 然後 如果你有買X privacy raw的 這個 Pro版本 這不是開源的喔 然後這個是要付錢的 呃 如果你 呃 就是你可以客製的話 就是你要傳什麼假資料比他 然後 你可以傳就是假的比他 好 然後 欸我剛剛 喔 然後這邊會有一些問題 就是 呃 會有一些問題就是說 有一些應用程式 因為正常應用程式開發者 在開發應用程式的時候 他有時候會對客權來做一些檢查 那 呃 有時候他收到語氣之外的資料的時候 應用程式就會 就會crash 就會當機 比如說 應用程式 預期 收到 呃 比如說他這邊有一個使用跟蹤 這個跟蹤就是 呃 他會收緊你裝置的那個 裝置的編碼 裝置獨特的編碼 然後疊太陽就會隨時獨特 那 那如果你這邊 呃 整個人都打工的話 XYXY就會攔解資料 然後傳給他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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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結果應用程式 如果設計得不好的話 他檢查的時候 檢查到0000 就會 就會發生意外 然後整個應用程式當機 對 這就是應用程式自己設計的方法 對 那 很不幸的是有很多狀況會這樣 那 有一些其他 就是這就是最簡單的意思 只是 有一些其他資料 在為他控制到應用程式 檢查的時候 你會造成他crash 所以這是為什麼像是Google Map 這個是Google Map 我沒有辦法全勾 然後 全勾的原因有兩個 沒有 就是不勾起來的東西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原因是 我如果勾的話 他會crash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是 就是他正常運作 會需要的資料 比如說 Google地圖 那顯然 我為了使用 我為了使用導航功能 那他應該就需要輸去我的位置 所以我當然就會給他真的 位置資料 我不會去匯給他講的位置 這樣子 對 所以 基本上是這樣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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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rooter之後呢 還有另外一個好用的邏輯是 你可以用放火想的 基本上就跟你桌面版的放火想是 一樣的東西 然後 就會有一個開源的 很方便的app 可以讓你勾選說 哪一個應用程式可以通過放火想 哪一個應用程式不行 那 你甚至還可以選擇說 你甚至還可以選擇說 這個應用程式可以通過哪一種網 比如說 你可以選擇一個應用程式 只能通過WiFi 但是不能通過 那個 行動 或是只能通過行動 不能通過WiFi 等等 然後 他裡面還有一個進階選項 就是 他可以允許你把 一個應用程式的所有流量 從你的VPN 或是從Tor出去 所以 就是 個別應用程式去設定 對 就是 額外有空的 就是在這些學校裡 我沒有看 然後 就是你 你抓了之後 你就可以去看說 然後他會包含一些系統服務 就是你的系統服務 你也可以限制他的網路的程序 所以 整體來說 然後他還會有一些 那個 紀錄檔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看 他上傳下載的流量 但是這個系統內線應該有 就是看他上傳下載的流量 然後還有被阻擋的次數 然後還有被阻擋的那個IP位置 等等的 然後 當然因為是開源的 然後 你也可以 如果你會寫IPTables的位置的話 你可以自己在這邊寫IPTables的位置 然後 然後 這邊提供一個我自己的使用的流程 就是 我 我有Experience 然後 我又有 af 我又有那個網路牆的話 我要怎麼 就是我要怎麼盡可能給一個APP 盡可能少的個人資料呢 這是我的設施的聲音 首先 我安裝了一個應用程之後呢 我先不要開啟它的網路牆 就是我先不允許這個APP通過網路牆 好 然後接下來呢 我會在Experience網路裡面 把這個程式的所有的 就是 所有的資料 打購 就是我會給它公職 然後我給它公職之後 我打開APP 然後這個APP會會crash 那 如果會crash的話呢 我就得要一個一個 一個一個 在Experience網路裡面 一個一個項目把它取消多選 然後 看它拿到什麼 就是看它是因為什麼項目而crash 對 那 最後我就可以找到 就是 我能夠給它最少資料的方法 然後 又不會讓它crash 對 所以 然後 就打開一些 就是如果它會 如果它會crash的話 我就打開一些全線 然後第五步就是 打開全線之後 因為有些應用程式 就是它會有一些奇怪的記憶 就是 它發現自己crash了之後 就會 下一次開始的時候 就會有些奇怪的行為 所以呢 你未來讓它忘記 就會打開 系統內建的應用程式資訊 然後把 那個應用程式的所有 程式比較清楚 這樣就跟你重新安裝的時候 一樣 對 但是第五步並不是每一次都要做 第五步只是 你發現它有時候 會記東西跟什麼 對 然後 然後第六步就是 你要從 因為 XXX的資訊 裡面有很多種 不同的資料 那你就是 重複3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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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小秘訣就是 就是 如果你有買Pro版本的話 你為個應用程式 假的值 比空的值 還有可能 讓應用程式 繼續正常秘性 因為空的值 它就是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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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假的值就是一個假的地方 就看起來像這樣 所以 應用程式比較不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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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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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 我不知道 然後 接下來介紹幾個 好用的 開源的app 然後是 不用介紹 像 這個 這個 它本來不是開源的 然後 它現在開源的 它是一個中國開源的 用程式叫做 Illand 它基本上是 會去使用 Android 某一個版本 我記得是7以上 Android內建的一個功能 叫做工作空間的功能 就是 主要是讓商業人士去使用 方便 它分開 公司的app 公司的帳號 跟 私人的帳號用的一個 Android內建的功能 所以 Illand就使用了這個功能 然後它可以讓你做 app的雙開 簡單來說就是 你的app有一份 但是使用只要兩份 然後你的桌面上面 就會看到兩個 兩個捷徑 一個捷徑是 一個捷徑是一份 然後兩個打開 用起來 使用登記的帳號 跟那邊的資料 是完全分開的 但是使用 那個程式是同一份 對 所以這樣的話你就可以 就是 你裝一次app 然後登兩個帳號 就是最簡單的用法是這樣 對 那這個其實有一些 在有一些製造商的 像Sansung的 作為系統 裡面其實有那些功能 但是Sansung 我記得它只能開兩個 但是這個app 可以開很多 對 然後 這個iPhone有另外一個好處 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做到 退抓的資料 因為 在Android的工作空間裡面呢 它的資料 完全跟你外面的空間 是都離開的 所以呢 你的聯絡人 你的 儲存空間 什麼東西 全部都獨立的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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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你 因為這個是不用補的 所以基本上前面的X5V4啊 或者是AFO啊 那些全部都不能裝 那你在這些東西不能裝的時候 你至少也會隔離出來 一個乾淨的環境 像這個應用程式 在那個乾淨的環境裡面去 盡可能的透支掉 它什麼的都 什麼都可以透到 對 所以 呃 基本上概念是這樣 然後它還可以結合一些 額外的 額外的模組去 去做些其他的模組 比如說 呃 如果你的手機比較舊的話 你可能就會發現說 有些應用程式 它會 在背景幫你開一個工作 然後在背景吃記憶體 然後在背景幫你傳一些資料 就很煩嘛 結果你每次要手機發展就很煩 對 然後它會耗用你的信用資源 讓你的作用 就是讓你操作起來很難 所以 如果你把那個應用程式 丟到Alan裡面的話 那你Alan裡面有一個選項 就是 呃 可以 常或停止所有的背景 呃 背景的程序 就是 只有在你打開戀愛的時候 背景程序才進行 你關掉戀愛背景 你日子都會停掉 對 有這樣的功能 就是進行 呃 呃 Ilan會有 會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 如果 呃 如果你有用AFO 跟Express的話 它 就是Ilan 因為裡面是一個完全隔離的空間 然後它 就是它沒有辦法跟AFO 跟Express 整合得非常好 也就是說 比如說以AFO來講的話 就是說 就是說 AFO跟Express 裡面的設定 完全不能管到工作空間裡面的應用程式 所以你沒有辦法 用Express 去在工作空間裡面 衛延用程式 夾子 這樣子 當然 修改一些Code 應該是可以辦得到的 但是目前就是現在 他們沒有去工作 呃 然後最後還有一些其他的APP 我會介紹 幾個 這樣 然後當然還有很多 對 但是我先介紹我個人常用的 第一個就是我覺得最好用最常用的 就是一個叫做 Scramble ESIF的東西 它也是拍原本 然後 它的概念就是說 因為你現在拍的每張照片裡面 其實都有那個後攝資料 那後攝資料就會有你的相機型號 光圈快門 日期時間 然後如果你有開地底標籤的話 那個相片的後攝資料 就會包含你拍攝相片的位置 對 那當你把這個東西 如果相片如果直接傳到一些雲端 那你比如說Facebook或Google的時候 那Facebook或Google都知道你去我的地方 對 就挺麻煩的 就是 這又是一個你資料的關係 所以 呃 Scramble ESIF 呃 就是 它可以讓你非常輕鬆的 在分享照片之前 把照片的後攝資料全部清空 好 那它的使用方法大概是說 呃 就是 嗯 在按照上面有一個分享的按鈕 就是 你可以選一個照片然後分享 在分享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接收應用程式 那 呃 接收應用程式 你按照Scramble ESIF之後 呃 它就可以接收你的照片 好 那你就先把照片分享給Scramble ESIF 然後 你大概等待一秒鐘 Scramble ESIF 就會把這個照片的後攝資料全部去掉 然後接下來它會再跳出一個分享框框 再問你說 要分享去哪裡 接下來你就可以分享去你要的地方 基本上它只會幫你整個分享的流程 增加了大概一兩步 所以其實很長點 然後也是不用多人去配裝 所以 呃 蠻喜歡的 呃 然後 呃 第二個 之後如果任何人對任何人對任何應用程式有興趣的話 就是休息時間的時候可以示範給大家我什麼應用程式 呃 第二個 Facebook應用程式是 那個 FaceSleep 也是開源的東西 大家都知道這個Facebook應用程式很費 所以裝起來就150NV了 沒有人想裝 然後Facebook Messenger的應用程式很費 裝起來就150NV了 也不是有 不是很想裝 所以 呃 但是Facebook其實就是提供網頁版 然後網頁版有時候不是很好用 所以 呃 FaceSleep的概念就是說 它做一個 小的 這個 呃 應用程式 然後把網頁版的Facebook包在裡面 然後 呃 讓你可以就是 就是 有一個方便的地方 就是去打開它 然後它還有一些額外的功能 就是比如說 呃 呃 它可以讓你 比如說下載照片啊 或是等等 然後 呃 呃 你只要裝在FaceSleep之後 你的Messenger也不用裝了 因為 因為網頁版的Messenger沒有 就是在FaceSleep裡面 對 當然它沒有一個缺點就是 它有時候通知 就是通知的時候會有問題 就是 它收到的通知有時候不會 會動掉 然後有時候不會即時 這樣 然後個人目前是用這個 好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當然就是 呃 它不能接 接那個Messenger的那個電話 也不能視訊好嗎 就整個東西 對 因為它是通知 嗯 然後 第三個東西是Signal Signal就是一個 呃 它平常可能有Telegram Signal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即時空隙的軟體 然後 然後 好處就是它所有東西都是 短短短短的 然後Telegram就是 這樣 然後也可以 也支援你的 但是 如果你要用方便性 來使用Signal的話 就是 可能不太方便 因為它傳 傳訊息的速度有點慢 就是 因為它是一個非營利的 基金會在營運的 然後 它的支付西風階段還蠻有限的 所以 像我的經驗是 我傳訊息給 傳Signal訊息給另外一個人 通常要 大概1到2秒 就是 其實有點慢 然後 它有時候會有一些奇怪的法復 就是 譬如說有時候你的訊息的通知 不會收到 之類的 但是它是開源的 然後 然後 它有一個 Casual Mail 就是Casual Mail 是一個開源的 開源的電子郵件的 應用程式 功能很多 很想大 我以前有用 現在沒有用 然後 有更多 好用 有更多 好用的開源的電子郵件 在F-ray上面 F-ray 你可以去看它的網站 然後 有很多 好用的開源的電子郵件 OK 嗯 好 我直接挑到 挑到 因為這個 好 聽到現在 如果你想要買一支 可以感激的手機的話 我就有一個 小小的 這個 可以解 方法 就是個人 從2010年開始 就能安對感激 到現在 就是大概有些 性能 部分製造商的 解鎖有成比較麻煩 像是小米 小米的話就是 它要求你要先出手 手機號碼 然後收監證 然後還要等三天之類的 有時候不用等 很麻煩 但是如果像是 Samsung的話就是 欸你下課時間開始解鎖 嗯 然後 有 然後 因為不同的廠商會 就是對 第三方的自隊系統 有不同的有產生度 所以 大概是 Samsung跟小米跟Sony 對開發者比較友善 好 但是就很奇怪 就是小米對開發者 還算是 應該說 不是說友善 應該說有比較多RUN開發者 選擇去 去開發這些方式的第三方的RUN 多少 背後是 有更多原因的做法 但是 小米就是有很多RUN開發者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他接收了一下 就很麻煩 對 那Sony應該是 就是 呃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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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 他們 原始版是不是很快啊 然後 也有提供各種 清晰的說明明顯 基本上 第三個RUN開發者去使用 對 所以Sony 呃 是 個人覺得蠻 就是蠻卓心的 那 如果你想要找一次 適合你的手機的話 你可以去GNC-Mandina.com 上面有一個很厲害的搜尋工具 你可以 你可以從手機的搜尋東西 比如說我想要 我想要 2017年到2019年釋出 然後 螢幕尺寸5.1吋以下 然後重量150克以下 之類的 這種很複雜的搜尋條件 都可以在GNC-Mandina上面去搜尋到 對 然後 呃 有一個小決算就是 你去買 去網路上那種就是 就是 露天之類的網開 你就去買 未拆封的 兩年前的 旗艦機 那 你就可以買到 呃 高底子 而且可以刷 而且用天 呃 呃 因為 就是 因為通常RUN開發者 都會集中在旗艦機去進行開發 對 他比較不會去開發 很便宜的地間機 用地拆封的話 那 呃 然後 因為開發需要時間 所以通常就是 新機上市 過了很久之後 也不知道 原來一、兩年之後 才會一、三、二RUN出來 所以等於就是 欸 你買到兩年前的旗艦機 然後又便宜 然後又是旗艦機 而且是全新的 然後你已經等兩年了 所以有RUN沒有 而且RUN已經 就 RUN已經相對穩定 對 這個是 呃 小進行就是 不要小心不要買到 鋼板或是內板的手機 因為有時候鋼板跟內板 是 就是完全不 就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完全不能 完全不能刷之類的 但是歐版的一般 歐洲版的一般來說可以 但是 沒有人想要把 歐版的手機帶回來買 因為太虧了 好 然後 嗯 刷機之後 注意就是 整體的品質來講的話 LineHOS因為是開源專案 那 第三方RUN又有分 官方的第三方RUN 跟 對官方的第三方RUN 就是說 官方的話就是LineHOS官方認證 那 經過官方認證之後 就會比較穩定 基本上 我個人的經驗是穩定性 基本上跟 製造商圈廠的 都會小差不多 但是如果這 非官方的話 可能就會有一些不穩定 跟 安全性方面的弱化 就是 可能要自己考量 然後 之後我們會有回答 對 然後 不管是官方還是 還是第三方RUN 不管是官方還是 配官方的第三方RUN 有一個共同問題就是 相機的品質絕對會下降 比如說 快門的速度會延遲 就是 對 然後品質會下降 那 解法就是 如果你的手機有支援的話 你就可以賺過OK 但是這不是開源的東西 對 那就可以賺過OK 然後就可以 所以 有一個很棒的照片 然後 有一個小工具是 對我們的 但是現在已經時間到 可以基本上跟時間分享 好 就看我的連結吧 那就這樣 謝謝大家喔